前几天我跟朋友忏悔 就说我不能再那么懒那么佛气了 感觉每天都在浪费时间 结果我的朋友都表示很惊讶 他们就说你去学了表演 学了体操 参加了那么多活动 一边工作还一边拍视频 竟然还说自己懒 哇这句话真的一下惊醒我了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像我这样的 拖延症中度患者 好像也是可以管理时间的 这些视频想带大家跟我居家办公一天 顺便说说我是怎么佛系的把事情做完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 不谈恋爱 谈恋爱有多花时间应该大家都懂吧 如果你是母胎solo的话 当我没说 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了 一段好的恋爱关系 也是可以促进双方不断进步的 这是我暂时还没遇到 当然这也让我有了更多可以自主掌握的时间 我还有一个小packboard 就是每天起来先想一想 你今天要花多少时间干正事 然后算出你的娱乐时间 设置倒计时 每次干正事的时候就暂停 玩的时候就开始倒计时 就这样在你玩的时候 你好像真的可以看到时间在流逝 而且也莫名其妙的想 先干完正事然后再去玩 今天早餐吃台湾牛肉面 像这种已经做好的菜 处理起来就会很快 特别适合工作多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时间管理的第二点 就是要学会把你的事情分出去 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Tim Ferriss有一个原则就是 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价值 比方说每小时100块 那低于这个时间下值的事情 就可以尝试分给其他人去做 第三点是 同类事情合并起来做 我会在上午11点和下午3点 这两个时间去处理邮件 其他时间就根据自己的节奏去完成工作 这样就不需要反复去看邮商 也不会每次一来邮件 就打乱自己的工作节奏 一个赞 关注我们就好了 像今天我要给公司拍一个视频 那晚上我就会拍自己频道的视频 这样我就只需要化一次妆 虽然听起来好像化妆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对吧 但其实对我来说 每次拍摄最难的是启动的那一下 所以把拍摄任务捆绑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让我整个拍摄的过程更加的丝滑 第四点就是把事情流程化 我有一个本子是随时记录灵感的 一般一页就是一个主题 你只想到什么就会补充上去 等到想法比较成熟的时候 就会转换到电脑这里 这是一个YouTuber设计的模板 可以清晰地看到选题的进度 发布时间 还有掐了多少饭 当然这个最主要的功能 还是帮我规划视频的拍摄 像我最近发布的那个采访议员的视频 就会提前设计好提纲 拍摄的镜头 还有参考画面 这样不但可以帮我整理思路 而且大大提高了我的拍摄效率 第五点就是人为的设置deadline 这点其实就特别适用于 像我自己拍视频 没有硬心规定说你要星期几更 然后每个月要更几条 这样真的很容易就会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这其实就是帕金森定律 工作总会填满 它可以用的完成时间 就比方说如果我打算用一天来拍摄一个视频 那拍摄这个视频 就会占用我一整天的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拍采访视频 其实效率是最高的 因为都会提前跟采访对象约好了这段时间 但如果是我在家里拍的话 就会一直反复地拍反复地拍 就是保了一条又一条的感觉 你们别看我更新的那么佛系 其实在我心里也有一条底线 就是我每个月都要有更新 所以每次当我断更三个多星期的时候 我就变得非常的焦虑 有压力 然后就会拼命整视频 我现在也在很努力地在给自己洗脑 就是企图把视频更新 间隔的时间缩短 最后一点就是 找到你的内屈力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 就是发现了做视频的兴趣爱好 而且还可以把它结合到我的工作和自媒体上面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发的 主动的去想选题啊拍视频啊 我感觉拍视频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里面 就没有感觉它是一份工作 所以找到自己的内屈力很重要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 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用忘了点赞收藏分享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